主唱的時候的確話是比較少 有老闆說我們講話不好聽 唱歌比較好聽 他說我們講話不好笑 可是有時候看到他在台下笑得很開心 好 待會下一首歌 這個也是 這也是創作 然後我出唱之前 我就很希望可以當創歌手 可是我因為 學歷的關係 我學歷不是很好我才國中畢業 我高中 都只有念到一年級上學期 然後就休學 跑去外面工作 那 出去外面找王走真的很 很硬 不太好找 大概能做的工作就是建築 跟服務業 蠻辛苦的 然後當時知道 因為那個時候星光大道 對 正夯的時候 我知道有出唱歌手這個職業 其實我很喜歡上歌 然後有一次看到報章 雜誌 有刊登巴黎有一間原住民餐點 他們在找歌手 那時候我在空地上班 就跟我爸請假 自己跑過去 背雷巴吉他跑過去 然後這個故事我可以講一下嗎 講一下 這也是我太經典了 這個網路會播嗎 應該不會吧 我發現老闆會打掉我 反正我就是過去 別把吉他跑過去 而且還是背墊吉他 背墊吉他去駐唱 然後他們就覺得很奇怪 這個人 駐唱怎麼會帶墊吉他 反正不管他就讓我去唱 唱完之後他覺得我聲音 很好 我不知道是不是騙我 因為他當時是這樣跟我講 他說哇你聲音 他好聽 我不想要 他就跟我說 你可不可以 今天晚上就搬過來宿舍 我說哇 駐唱歌手原來有宿舍可以住 我當天晚上我就回家 跟我爸講說 我沒有辦法跟你們繼續 幫幫你 我找到新的工作 我喜歡做的事情 然後就 東西揹一揹 跑過去巴黎 隔天早上起來的時候 我很驚訝 為什麼十點就把我叫起來 可是我很開心 因為我想說 原來駐唱歌手十點就要上班了 我就去餐廳 可是我一到餐廳的時候 他不是把我帶到舞台旁邊 他把我帶到那個 洗菜的地方 洗碗盤的地方 他教我怎麼打開瓦斯 然後賣茶放在哪邊 我就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駐唱歌手要知道賣茶放那裡 然後 這些都配了之後 餐廳的組長拿了一件制服給我 餐廳的制服 我就覺得 不錯耶 原來當歌手的制服穿 然後 拿到制服之後 他把我帶到 那時候 考那個統治機的地方 我就 心裡頓時很納悶 奇怪 為什麼歌手要 要跑來 跑來這邊 他就教我怎麼生活 他跟我說 我要教你怎麼生活 然後 當天我就學會了 然後 學會之後 我就在那邊 在那個位置 靠近的地方 待了兩年 待了兩年 然後 距離我第一次真正上台的時間 對 就是兩年 兩年之後 我們 我們店裡的歌手 那個時候 他說馬斯卡還在那間店唱歌 還沒有發表 他請假 店家找不到人唱歌 沒辦法 只有我 我就上去唱 一唱 就唱到現在了 可是我覺得這兩年時間 我沒有浪費 因為 為了要 可以站上 這樣子是餐廳的舞台 我花很多時間在 在練習 有時候下班的時候 其實 其實我是很喜歡喝酒 很享受喝酒 很享受喝酒 平常的時間 我幾乎都沒有喝酒 因為只要下班 我就跑上去舞台 去摸這個琴 我本來是彈吉他 欸 吉他彈得不好 對 然後 就這樣一直摸摸摸摸摸摸 摸到會 當然也是因為 平常都有老師在彈 可以跟他們請教 然後 我覺得 很多 我覺得 很多 如果現場有 有各位朋友 你們如果想唱歌 喜歡音樂的話 我覺得 花一點點時間 投資自己 我覺得 我覺得音樂 玩音樂不難 因為 像我這樣沒有讀書的人 都可以玩 玩到可以 在鐵花針唱歌 所以應該 大家如果 用一點心 想要做這件事情的話 一定可以做得很好 我相信 今天好感性喔 因為最近跟老婆吵架的關係 今天突然變得好勵志喔 對啊 我是希望 像可以很多 玩音樂的人 因為台東 台東的孩子 我覺得 樂手 真的很厲害 太棒了 接下來帶的這首歌 跟前面花的完全沒有關係 就是 我寫給我的一個叔叔 的歌 我站在他的兒子的角度 寫給他的歌 因為他的兒子 從他爸爸過世之後 沒有再回家 然後我就寫這首歌叫 聽我想你 品牌 咦 我喜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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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音楽 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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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乐